李善长被降罪时 拿出了明太祖赐给他的免死金牌 为何还是没逃过一死 关键就在免死金牌的背面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李善长身死的背后 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往事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一切还得从轰动一时的胡维雍案说起 此案为明朝红武四大案之首 案件持续十余年 受牵连人数多达三万 其中呢便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李善长 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 尽管胡维雍案爆发时 李善长已经告老还乡 但仍旧避免不了被灭族的命运 因为此案牵连的大多是明朝的高级官员 因此案件发生后 朱元璋便废除了丞相制度 那么身为明朝开国功臣的李善长 为什么会受到此案的牵连 难道他真的有谋反之心吗 事实上 早在朱元璋还是一方头领之时 李善长便已经在他手底下办事了 当初朱元璋平顶除舟后 李善长便以当地乡老的身份 去迎接了朱元璋 当时的朱元璋求贤若渴 所以在和李善长交谈过后 便让他留在了自己身边 一开始呢 他并没有让李善长办很重要的事情 只是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书而已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之间也逐渐有了信任和了解 朱元璋也意识到李善长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于是便让他为自己做参谋 并承接了自己后来的主业 后勤大总管一职 当时呢 正值元朝末年 百姓因受不了元朝的压迫纷纷起义 而朱元璋作为一个较为优秀的起义军首领 投奔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随着队伍的逐渐壮大 朱元璋本人需要打理的事情越来越多 有时未免有些分身乏术 于是他也将更多的任务交到了李善长身上 比如考察新人的品行和能力 以及做好励志民序 不得不说 李善长确实是一个有大才的人 因为在朱元璋还未登基之时 他就已经在着手梳理掩铁税法 促进境内民生经济的发展 或许相比徐达 常玉春等武将 李善长并没有赫赫军功榜身 但能在每场大战中都调度好军粮 那也是大功臣一个 朱元璋登基后 他被奉为韩国公 这一决位的含金量有多高呢 赐了各种金银珠宝免死金牌不说 还有各种职位榜身 位列文臣之首 就连大名鼎鼎的刘伯温 也不过只是个伯而已 可见初期 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认可以及器重 既然初期朱元璋如此器重李善长 后来又为何会灭他全族呢 这其实和李善长的所作所为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善长坐上左丞相的位置以后 在很多事情上都表现得没有分寸感 按理说呢 半君如半虎 特别是对于李善长这种功高震主的老臣来说 更应该低调行事 但他却并没有 不仅不低调行事 反而经常在群臣面前强调自己的权威 从前起兵打仗的时候 朱元璋忙于军务 顾不上后方 将大本营内一切的权利交给他 这是对他的信任 也是对他的认可 在那一时期 他确实可以在别人面前强调自己的权威 毕竟若是威信不够 那便难以管理人员 但是呢 如今局势变了 朱元璋已经成为了开国皇帝 那身为臣子的他 就更应该有分寸感 时刻谨记自己臣子的身份 可惜李善长不懂这点 相传朱元璋生病让他代理政务期间 他更是十分目中无人 欲示不请示朱元璋直接自作主张 更过分的是 他甚至没主动去看望病中的君王 朱元璋本就生性多疑 李善长的这些举动 在朱元璋眼里 无疑就是目中无人 君臣之间的关系 也因此生分了许多 朱元璋病好以后 便开始处处限制李善长 想要将他手中的权力收回来 此时的李善长呢 也终于明白 自己得罪了朱元璋 于是就收拾东西 告老还乡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大名鼎鼎的胡维雍 就是李善长的学生 李善长还曾向朱元璋 举荐过他 而李善长回乡以后 也并没有就此消停 为了修自家的宅院 他竟然跑去向汤河借兵 自古以来 帝王都十分看重兵权 毕竟兵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而他向汤河借兵的这种行为 无疑于是在往朱元璋的雷点上踩 不过呢 考虑到他已经告老还乡 应该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的份上 朱元璋还是选择忍了 并没有对他怎样 可惜的是 这边李善长消停了 但他的学生胡维雍 竟然起兵反了 最重要的是 在胡维雍正式起兵之前 他还去找过李善长 并且告诉他 只要他愿意和自己一起谋反 那等事成以后 就封他为怀西王 其实啊 当时摆在李善长面前的 无非就两条路 要么直接和胡维雍一起反了 要么就立刻告诉朱元璋 有人心怀不轨 可惜 他两条路都没有选 其实就是既想要又想要 他不想承担谋反失败的风险 但也不想拒绝胡维雍所说的 怀西王之位 于是呢 他既没有答应胡维雍 也没有告发他 只是说自己已经老了 等他死后 让胡维雍好自为之 纵使他没有参与谋反之事 但这本身已经是知情不报了 就凭这点 朱元璋就能理直气壮地杀他 除了知情不报以外 朱元璋杀李善长的原因 还有哪些呢 关键就在于李善长挡路了 众所周知 朱元璋晚年经历了丧子之痛 他最看好的太子朱彪 因病失事了 朱彪去世以后 最令朱元璋头疼的 就是该将皇位传给谁 在大臣们的举荐下 他还是决定将皇位给太子一脉 于是扶起了个皇太孙朱允文 但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年迈 眼看就没几年活头了 而朱允文尚且年幼 恐怕难以管住那些位高权重的老臣 于是呢 为了能够给朱允文一个清静的朝堂 朱元璋开始为他清理障碍 李善长便是他想要清理的人物之一 自己在位时 李善长都敢目中无人 倘若有一天自己死了 李善长还不得仗着自己老臣的身份 处处压制朱允文 不过呢 该以什么样的名义处死李善长 成了困扰朱元璋的一个问题 虽说他晚年血洗朝堂 杀了不少功臣 但那些都是有罪名的 换句话说 就是他安了合适的罪名给那些人的 如果毫无理由就去抄别人的家 那也难免会落人化病 正当朱元璋为此事绞尽脑汁时 有人来告发李善长曾参与谋逆案 这对于朱元璋来说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于是呢 他便借占卜吉凶之事 砍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 而李善长被斩钱 曾拿着免死金牌去见过朱元璋 希望能保住自己的一条命 没想到朱元璋却让他看看金牌的背面 上面赫然写着一句 谋逆者不免死 也就是说 自从李善长决定不告发胡为庸的那一刻起 他的死就已经注定了 免死金牌带来的最后一丝希望落空后 李善长在老语之中改变了一首唐朝的诗 用来讽刺朱元璋大杀功臣 也算是在临死之前出了一口恶气 不过 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他的结局 后世提及朱元璋时 总觉得他太过残暴 老年昏庸大杀功臣 但是呢 就当时明朝的情景来看 朱元璋其实还没昏庸到不分好坏的地步 之所以会血迹朝堂 除了有些人犯了不可饶恕之错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想为年幼的孙子铺路